我们前两天去啦 因为Transformer有新版本 那我们现在给各位用的就是最新的版本 那最新的版本里面在网路积木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大概都进阶班才会讲 但是我大概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这个有一个Virtual Sensor 就是你可以在网路上传递资料 网路上传递资料 包括你可以到云端数据的网站 去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把你的资料都丢在里面 那也可以把那边的资料下载回来做处理 那或者是到那个政府公开Open Data的网站 把资料抓下来做处理 所以以后你要做那个大数据的处理 我们规矩也做得到 然后这个下面第四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处理本机资料 就是它可以把你的收到的这个资讯 也可以在自己电脑端做档案的存取 你可以把资料直接写进档案里面 不过这个都我们进阶班再讲 如果有开的话 然后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用的这个东西 这个叫语音资料 那网路上有Google Google的API 它有写了这个语音的资料 那可是这个部分 录音录完音之后 Google会把你讲的那个声音 直接转换成文字 会放在这个里面 但是这个有一个限制 这个要Windows10以上 才有提供功能 不过呢 在我们现在虽然没有Windows 但是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地方 这两个文字转中文 这什么意思呢 点两下 文字 Google会帮你讲话 讲什么话 讲里面的字 所以Google会帮你讲里面的字 所以有时候 如果你觉得自己声音不好听 你要录音也不用录音 就直接用这个网路寄目 那这个是英文 讲英文的 word 所以你把你要讲的字 直接放里面就好了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请大家开始练习